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43岁男子苏志诚因欠缴多月房租,遭房东催促搬离,竟因此心生不满,在竹屋处纵火,被逮后又拒绝透露动机,进而遭到预防性羁押,失灵地检署针结,依放火烧毁建竹屋罪将他起诉,最终可被判处其徒刑。 起诉指出,苏南今年9月6日早上七十时,在北市民全西路巷弄内珠屋处,先在厨房瓦斯炉及晾衣间堆放抹布、毛巾等易燃物,再开启瓦斯炉点燃厨房抹布,另以不详方法点燃晾衣间的毛巾,企图放火烧毁屋子。 火室炎烧造成一楼客厅、卧室、厨房,预测墙面及天花板被烟熏黑,部分墙面烧毁严重,天花板轻钢架也变色变形,索性消防队及时赶到灭火,才未造成更严重损坏及人员伤亡。 苏南虽当场向警方承认放火,但监不透露放火意图,到监方复训时又改口,称自己只有在厨房点火,并没有在亮一间点火,恶劣态度让监警很头痛,加上他有反复实施可能,检察官当时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或准。 据了解,检警找房东来作证,发现苏南已欠缴多月房租被房东催促搬离,可能为纵火原因,另案发前苏南已肆与父母吵架,也无法排除他因此纵火结训。